国会改革的视线 结果25号出炉了 宪法法庭裁决大多数都违宪 这一档就把这个矛头 转向了大法官 怀疑他们到底公不公平呢 至此台湾议题研究中心 分析了国会改革议题声量 制造出了这个表格 结果出炉可以发现 当天是超过4800则的讨论 是近一个月声量的高峰 但现在不如半年前收到关注了 而大法官的正负声量 及好感度的表现 近一个月当中 中心的声量占比是最高的 大约是13% 但负面的声量19% 比正面的声量8%还要高出不少 这让大法官们的网络好感度的分数 是来到0.46 整体来说其表现并不算太好 因为毕竟现在宪法有关的 都可能被政治口水无限上纲 像是民进党的立委邱志伟 最近提出了反渗透法的修正案 内容是如果政党有违反反渗透法 或者违反国家安全一律的时候 就可以申请宪法法庭来解散政党 前立委郑立文真的是看不下去痛批 民进党根本毫无民主素养 民进党居然可以把宪法 视为玩物 它不是视为无物 它是视为玩物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随便的曲解 随便的解释 然后呢 要不然呢就是修辱宪法 要不然呢就是曲解宪法 来符合自己的统治利益 连要解散政党这种话 这种魂话它都敢写 都敢提了 那民进党难道都不需要把关的吗 你当然会引起舆论的化然 在野党的紧张啊 哇 你现在不只是完全修改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不公 你干脆把在野党解散算了 你就可以独霸天下吗 我就是笑你民进党不敢 那既然不敢就不要在这边搞捣乱 你们是一群毫无民主素养 跟希特勒纳粹 想法不谋而合的一群人 今天就是有像邱志伟啊 沈伯扬这种想要哗众屈宠的 想要在深律里面 博得支持的人 以稳固自己在绿营里头 政治地位的这种低级政客 就把他拿出来讲 就把他拿出来宣扬还洋洋得意 对于在台湾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面 有人有这么样的一种白色恐怖 反民主的思维 只为了博取政治上面的热度 你说悲不悲哀 台湾这块土地 台湾水 台湾米 就养出你们这样的人渣 随着来追踪柯文哲的金华城案 现在每周周刊一爆料又来了 他们说立委黄珊珊2018年参选市议员的期间 收受了威京集团所属中华工程子公司 也就是中工机械20万元的正式现金 还指控说在柯文哲审庆金密会之后 下午朱雅虎跟审庆金就来拜会黄珊珊 对此呢他们就认为说黄珊珊根本就不是局外人啊 黄珊珊也回应了这一切都是公开透明 没有步伐 而且也说朱雅虎是前市府官员 到市府来拜会或打招呼很正常 北简追金华城弊案 威京集团的政治现金却变成了收贿金流连连看 立委黄珊珊遭报收受威京集团旗下 中工机械20万政治现金 周刊再报 两名金华城员工在2022年到2024年选举期间 共20笔80多万元的政治现金 分别给了柯文哲 黄珊珊 秋成远跟陈婉慧 所有的政治现金都是公开 而且如实申报 所以不需要再去寒沙社 或故意营社 过程里面有没有任何步伐 还是要请他们提出所谓的证据 黄珊珊则点名14人 在107年选举期间 都有收受中工机械政治现金 名单上包括了绿委邱毅银最多50万元 还有议员秦慧珠 王兴仪等人蓝绿都入榜 反向周刊不需寒沙摄影 但周刊再报 2020年2月 沈静金跟朱雅虎拜会黄珊珊 证明黄珊珊并非金华城的局外人 周刊也点出北检申请严压柯文哲 理由是市长任内救赎尚未传讯到案 所指救赎可能就是黄珊珊跟蔡壁如 但北检征办了两个月就没想过要传唤这两人吗 至于尚未回国的局子徐止瑜 周刊也爆料 他的云端形势力遭破解 上面记载超过两次 陪柯文哲到威京集团总部拜会 还标注着雅虎来接 周刊这两个月不断爆料侦办细节 现在检查总长邢泰招终于要查 民众党大酸 难道是今天才知道泄密吗 不过只是打假球做公关 记者刘世伟 蔡平洋台北相当报道 节目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敷屏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效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既然是北京的 程度资本来 必须解释 未经许可 审便会 传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